当菲利跑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没有忘记在异地继续侍奉 他没有忘记把耶路撒冷 师父的热忱带到别的地方 所以他就在撒玛利亚努力传飞 而他传飞的果效 不但没有引起那个时候 原有的领袖的妒忌反对跟派撤 他是那地的领袖 就认为他的比他们的更好 所以这个行邪术的西门 听了他的也信了耶稣 这就表示这个传飞的人 是大有果效对不对 你有哪一个牧师在台湾讲道 讲道一贯道的长老 全部跑到其中来信耶稣 有哪一个在长老会里面的牧师 讲道慈祭那些吼上 不跑来信耶稣的吗 如果有你就知道费力多大了 费力从耶路撒冷 跑到撒玛利亚去 是个异地寄居者 他不是那边的地头舍 他是过来在那边的 但是他不忘记到哪里传飞 很多人在他教会里面是福音小组的人 一到别的城市除了旅游什么都不管 保罗到雅典 看见人家敬拜偶像 他就心里痛苦 我们到外地去旅行的时候 看见人家敬拜偶像 这个本来不是基督教地区 求助怜悯他们 你根本没有传飞的心思 但是你看见 菲利到撒玛利亚 传到撒玛利亚的地头舍 撒玛利亚最重要的宗教领袖 行邪术的西门都感到你船比我伟大 所以他没有引起猜疾 妒忌 他这个恩赐很特别的 他传福音传的人家都信了 连对方也不反对 是不是西门心肠很宽大 不妒忌人反复和他 或者是非力恩赐很大 大到连对方都降伏在他面前 你看见这个人恩赐很大 结果撒玛利亚很多人信出 他就变成一代的大葡导家 他就变成众人欢喜的讲员 他就变成可以折服对方最高领袖 有口才的基督教的三伯福音的人 那么这个事情传到耶路撒冷 我们这个教会有个哲事 在别的地方做得很好 当一个教会的哲事在别的城市 搞到整个城市都信主 很多人归族的时候 回来报告的时候 他从来在这里 我们都没有看出他有这么大的恩赐 从来非力在这里 我们就比抗他平常这次 叫他分饭分菜就是 到哪边可以分福音 而且国效这么大 可能雅各到哪边都不一定有他的国效 可能我们这是一个使徒 派几个到哪里不一定有他的国效 所以这个了不起 很多省学院的第一年第二年的学生 出去设施的时候都是了不起 回来就变成小子一个 出到工厂变成很有派放用场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短学 因为到短学的地方 你暂时做个小王帝 你暂时在那边出尽风头 你暂时来使用你的才干 影响很多的人 你就感觉我在这里大大重用 我告诉你 我从一年 读省学院一年 到外面开步道 会大家哭啊 跪下祷告接受所 一回到省学院 高班的修神总是做弄我 你是第一班人 你不懂事 心里说哪里不懂事 很多大人都听我讲到信主 所以我读这段声音 有不同的感觉 非力好像派上用场 真的很有用 很多人对一个教会有归属感 不是因为那个教会信仰好 讲到正确 是因为他在那边 有出风头的机会 你要谨慎自己 你为什么参加那个教会 你要谨慎自己 为什么你归入到一个 你明知不大正派的地方 你还留在那边 因为那边给你位置做 给你高位置 给你有出风头的机会 你就把那个当作 是你的树林的家了 你心里有多少诡诈的东西 神是看清楚的 你今天一定要久悟 我加入这个教会 虽然这个教会对我不是很好 但这个教会里面有真理 我要在这个教会好好休息 你总要懂得分辨 在你与主之间 谁应当在宝座上指挥谁 阿民 你当然要听说 我应当在宝座上指挥谁